因为天气回暖许多人愿意走出户外 台北花博游客人数也创下了新高 今天还不到下午4点 游园人数就已经达到10万人以上 也突破开源以来最高纪录 因为人潮实在是太多了 参观各个主要场馆甚至是上厕所 都要排队排好久 排队排队还是在排队 过年期间台北花博到处都是人 或是排队要进主要场馆的人龙 拿珍宴馆来说就多到数不清 由于出山游客时的太多 平均要排一个到两个小时 4号入园人数有91059人 但5号不到下午4点 已经突破10万人次 再创下新高纪录 就连要在园区的美食街 吃一点东西补充体力 根本也找不到空位可以做 没有位置 找过了 对啊 没看就做满满的 方便啦 出外 方便就好了 但也就是因为人太多 却也带来许多不方便 上厕所要排队 人山园区的女厕所 平均就得排队10分钟 连小朋友都受不了 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因为人挤人逛得好辛苦 为了应付花博大批的人潮 工作人员整天都在忙着补货 加上这几天天气持续晴朗 民众出门的意愿也提高 也让花博的人数每天都在创纪录 这期小圈柏玉台队报道了